本次给大家讲的大悲咒感应故事 是宣化上人曾经说过的一个事情 在宣化上人的老家 东北有一个种田的农人 家里比较富裕 某年秋天 他把农作物装上车子 运到城市里卖 卖完了粮食便把钱带回来 就在此时 在黎家约有三里路的前面 遇到很多土匪在打劫 这个财主看见前面有打劫的 就想怎么办呢 逃吗 在土匪的监视之下也逃不了 但若不逃走一定会被抢 于是乎他就念起大悲咒来 这个赶车的还照常往前走 走到快接近土匪的时候 忽然看见从土匪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走到他车面前来说 你把鞭子给我 我来替你赶车 于是这个人也就让他直边赶马车 从土匪的身边走过去 而土匪们好像看不见他似的 所以也没有打劫他 等这些土匪们看不见了 这赶车的人又把鞭子交还给他 说你现在赶快走吧 没有事了 这财主一看这个为他赶车的人 是从土匪中跑出来的 一定是土匪了 就说 先生你今天这么好来救我 使我没有被打劫 请问您贵姓在什么地方住 将来我好到您府上拜谢 这个人就告诉他 我的名字叫沃斯韵 各位念大悲咒时 在大悲咒上不是有一名副护法 叫沃斯韵吗 在沃斯韵土里面 那个肩膀长了两只翅膀的 这位护法就叫沃斯韵 可是当时这个财主想 谁叫沃斯韵呢 他忘记了 忘了这个沃斯韵 就是大悲咒里的一个咒语 也就是一个护法 等这位沃斯韵走了 看不见沃斯韵了 他才想起 这不就是大悲咒里面的一个护法 名字叫做沃斯韵吗 于是想去找沃斯韵 也找不着了 不知道沃斯韵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是大悲咒里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假如这个财主想 我念大悲咒看看灵不灵 沃斯韵也不会来救他了 正因为他没有考验的心 只抱一个信心 我念大悲咒 就一定可以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果然就随心满怨 没有被土匪打劫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